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湘民监察院 我们今天的节目特别为您请到的是 调查局局长王俊丽 王局长 王局长他是政战学校 法学师毕业之后 他就考取了政治大学的法研所 算是我的小学弟 不管是在检方也好 他的表现都非常非常的优秀 所以他从桃园的地检的检察长 他就调任到调查局里面 调查局的局长 我们知道调查局局长 以法律人出任的话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第一个是蔡清祥 蔡部长 然后接下来还有李文中 他是我交大的学生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了 再一位的法律人 能够进到调查的体系里面 然后用法律的思维的逻辑 然后确保民主体制之下 这个法律守法 这个行政 这个守法的一个方式 依法行政的这样的方式 能够落实 所以我们对于局长 有非常非常深的期许 但是我们知道 就是调查单位 对民众来讲 它始终是一个很神秘的 一个场域 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局长 到我们的节目来 让大家看看 其实调查局并不像外界 长久以来认为 就是说它是很神秘的 在连续的几位法律人 出任调查局之后 其实一直心想要的 就是能够让国家的体制 能够让它的逐步 按部就班 说的东西能够法制化 那我们看到最近 因为明年大选 明年大选的关系 民众就有很多的 这个心理的疑虑 就觉得就说会不会有这个 真的选举呢 是一个民意的真正的一个反应 还是是说会有很多的 我们一般俗称的这个 政治真防的这个状况的发生 因为不管是民间也好 尤其现在在自媒体的这个时间 那很多的民众呢 当他看到很多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他都会直接的有一些的反应 跟一个评论 所以今天呢 我们也希望 除了我们刚刚讲 政治真防 最近我们也看到 关于诈骗案件 零零种种的发生 然后尤其现在毒品的事件呢 它更成为这个校园的 很大的一个危害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这个局长呢 愿意这个波容 来跟我们谈谈 这些的许多民众关心的事情 局长是不是先跟 我们观众朋友问个号 我们的主持人李伟源 还有各位观众 大家好 今天非常的荣幸 能够有机会来到 湘民监察院与大家见面 谢谢局长 局长很客气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法律人的风范 然后我们还是要自己 捧一下自己 其实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学法 所以我们守法 然后也希望 让我们的这个 整个台湾的社会 能够更民主 然后更往前进 然后也可以作为国际的 这个民主的一个典范 好我们回到第一个 明年就要大选 2024就要大选了 所以我刚刚前面有提到 在过往的时候 我们在大选的期间 就难免当民众 看到有些事情的时候 他会有一些评论 那我知道在应该是在前几年 当然在宁街的这个调局长之前 其实就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民众 觉得这个他被查水表 那查水表的东西 后来我们去看了一下 这个法院的相关的这个资料 上面也显示很多的东西 后来院方的部分 其实都退回 退回之后 所以看到他的这个无罪率 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当然我们在立法院里面 也有咨询内政部 那当然社会法的部分 其实跟调查局跟法务部 应该讲说它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你要不要先跟民众说明一下 就是不管是调查局也好 或者警方也好 彼此之间的职责的这个区隔 这样子民众也才能够知道 什么样的事情是归调查局管 什么样的事情是归其他的单位来管 好的 我想李委员您提到的问题 也同样是民众所关切的问题 那么面对年底 到明年初我们要进行这个 所谓的二合一的大选 那在大选之前 可能有很多的候选人 他们非常的积极 从事竞选的活动 那么也包含他的团队 还有一些热心的民众 同样会有一些的参与 那么调查局 在二合一的这个竞选活动的期间 那我们的主要职责 我们是希望能够维持一个 公平以及干净的一个选举 那么另外就是我们希望 不要有任何的暴力事件的发生 那当然在这个前提之下 那么第二局会对于任何 有企图用违法的方式 或者是不正当的方式 要想要介入选举的 那当然我们会采取一些 法律上的一些的作为 那这个部分呢 那当然对于就是 如果有一些的候选人 或者是竞选团队 他们企图用买票 这样的一个手法 来进行会选的话 那当然我们一定会 依法来进行查契 那么除此之外 那我想我们台湾的这个候选人 我们所希望的 也就是能够有一个 公平干净的选举 那因此我们也不容 有任何的境外势力的介入 那所以我们对于 如果有境外势力 企图用金钱 或者是一些的假讯息 来影响国内的话 那当然我们也会采取 适当的一个防治的作为 那这个部分呢 我想警方他跟我们是同样 具有如此的一个任务 我们会大家共同权利 来维护选举的一个 公平跟安全 好 局长如果我讲错的话 你要更正我 所以刚才我听到的 我的理解就是说 如果单纯的只是假讯息的部分 那就是警方处理 但是如果你是用这个假讯息 来达到你的这个 影响这个选举的结果的话 他就会变成违反选霸法 或者是说当他的这个行为呢 假讯息他有 比如说刑法上面的 不管是这个公然侮辱也好 或者是毁谤也好 零零种种的东西 当然除了告诉乃论之外 你还是会在这个侦查 像那样的部分呢 虽然你跟警方是同步的 可是最终你会按照 你调查出来的结果 看如果他是单纯的违反 设違法的部分 那就是警方处理调查局这边就不动 但是如果说他虽然是假讯息 他虽然也违反了设違法 但是设違法的部分警方处理 但是其他跟刑事责任有关的部分 就是由调查局来处理 这个认知是对的吗 委员您说的没有错 如果是单纯的 是属于这种妨碍社会秩序 这方面的一些的不实的言论 那当然有警方 他们依照社会秩序维护法 那他们会去做一个裁法 那么如果是涉及到 想要这个妨碍选举 有这些不实的言论 那可能会涉及到 我们选霸法的相关的规定 那么我们可以依照选霸法 来加以处理 那除了选霸法的规定之外 那因为现在有反渗透法 就是当如果有境外的势力 有这个指示或者资助 或者有金钱的这样一个介入 或者是有委托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他所做的这个行为 又是违反选霸法的行为 那就有可能会构成了 这个反渗透法之余 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调查局 所要负责的一个查期的任务 这个是有跟国安局那边有联系的 因为我们牵涉到 我记得我咨询过国安局 国安局那个时候 我咨询他的时候 他很多东西都说 这个不归他管 然后他的说辞 我记得有一次 吕文中旅局长也还在 这个现场的时候 那个时候国安局就讲说 签涉外的才归他管 不涉外的部分 全部都是调查局关 是这样子吗 对如果是在我们国内 有发生这个违法的事情 那又是属于我们执掌范围内的 那当然是由我们调查局 来负责这个侦办 对但是因为刚刚牵涉到 这个反渗透法 反渗透法的话 又牵涉到这个境外的 这个势力的介入 那境外势力的介入 是只有指对岸而已 还是包括对岸以外 只要是在中华民国境外的 都算是境外势力 对那目前反渗透法 所规定的是指 境外的敌对势力 那最主要我们还是要判断说 这个境外的势力 它是不是对我们国家 是有这个敌对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这个是谁判断 这个当然了 我们在侦办的时候 我们的承办人员 我们都会来依照法律的 构成要件会做一些的判断 目前我们认为 境外的敌对势力 是除了中国大陆之外 还包括哪些 还是中国大陆也不是 对那当然如果是 中国大陆他们采取这种 有恶意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来企图介入我们选举的话 那我们会目前的司法事务上 认定是属于境外的敌对势力 所以只有中国大陆 还是包括俄罗斯 然后其他的国家在内 其实法条的规定 并没有好像只是 限制某一个国家 对 那所以只要是不同的国家 它符合法律的构成要件 我懂 但是这个term 敌对到目前为止 因为我们现在要 调查员侦办 他总要知道什么是敌对 那敌对我们现在 是国安局那边 国安会那边还是谁 去给这个下面执法的人 定义什么是敌对 是 我想法律既然制定公布以后 那其实最终的判断 那当然是由法院 他们来做一个终局的认定 我懂 但是我们在调查的时候 我们的人会去调查 比如说美方的介入会调查 应该不会 因为美方不算是敌对的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最终的决定绝对是法院 但是调查人员在调查的时候 他会针对的 他当他认为说 这个他该不该去侦办的时候 那个所谓的敌对 现在的定义是在调查局 还是是在法务部 还是是在国安局 还是在国安会 还是是在哪里 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目前在实务上 所发现的这样的一个境外敌对势力 当然是来自于对岸 现在只有对岸 对 那至于说 由谁来判断 那当然了 所有执法的人员 我们都可以来判断 那只是说 你的判断符不符合构成要件 懂 所以他每一个侦办人员 他在侦办的时候 他心里有一把尺 比如说假设他觉得 这个是从特定的国家 然后呢 即便不是对岸 可是他认为他敌对 那他也可以走这些的流程 他会不会被他的上级赤指 说你不可以 不会 因为基本上 我们有一个立案的程序 对 当案件报到局本部 我们有业务处来与立案之后 那当然我们都会尊重 这个执法人员 他们的一个 他的看法 对 是的 然后在这一段期间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调局很重要 为什么呢 尤其我们看到像毒品的 这个东西 现在已经是肆虐 不同的这个毒品 尤其我们看到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大家后面的时候 局长可能可以说明一下 很多的甚至把毒品 包在糖果里面 然后在学校里面 然后小朋友就吃了 所以 但是我们民众比较担心的 其实你要知道 民众呢 他最心心盼望的一件事 他有一个安和乐利的 一个社会 他可以好好的 把小孩孕育长大 他希望这个整个社会的秩序 是和平的 可是我们很不可 这个会言的 就是我们从现在到 明年的选举 短短的 这个几个月的当中 我们的调查局的资源 有大约 不用很准 大约会不会还是一样 只是说 平常该侦办的 不管是刚前面讲的 诈骗也好 或毒品案件 各自侦办 还是现在的力量 全部都跑到 这个选举的 这个政策 增防上面 然后其他东西都让他 暂时停摆 会有这样的情形吗 是的 委员你所提的这个问题 真是一个好的问题 而且我想也是 大多数民众所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的法律 是不容许有假期的 所以即使我们国家面临 不同的一个重要的情势 像我们年底有二合一的大选 那当然以这个执法机关来说 我们会把比较多的人力 还有心力 投入在二合一大选 我刚才所提的 就是防止汇选 或者是防止 境外敌对势力的介入 那么除此之外 我想包含 这个毒品的犯罪 这个经济犯罪 诈骗的犯罪 我们仍然会一样的 持续来侦办 那么只要有任何的 一个案件的发生 我想对于执法人员来讲 这是不容懈怠的 那他们工作压力会不会太大了 你等于就是说 他平常要做的事情 也不延缓继续做 然后还有政策 增防的东西要进来 还是说你们 其实是有不同的组别 不同的人在处理 对我想委员真的是 不愧法律人 这个一刀见血 我们对于这个各样类型的犯罪 我们是有不同的业务处 我们在负责 那当然就是说 在二合一的选举部分 我们会花比较多的心力 那但是在其他的犯罪部分 那我们会看这个案情 他的这个轻重缓击 还有他的这个证据 是不是说即将要灭失 那我们会采取不同的 侦查的手段跟作为 那当然呢 如果我们需要立刻来 保存这个证据的话 那我们就会采取一些 证据的保存措施 那不至于说 让整个犯罪的调查 受到影响 除此之外 刚才委员特别有提到 这个政治增防四个字 那我在这里 我也要借这个场合 来向所有的观众说明一下 其实我们调查局 我们是目前 我们不做任何的 政治增防的一个工作 是 我们调查局的使命 我们目前是国家的调查局 人民的调查局 跟人权的调查局 不是任何一个政党的调查局 对 是 所以我们也强调 就是我们在执法的过程当中 要求同仁 务必一定要遵守行政中立 那也要符合我们震荡的法律程序 那很好 因为民间 民间的这个讯息是这样 也今天其实局长 也可以理清一下 就是我们都是法律员 所以我们先就直接跟民众讲 就像我们这个在案件 如果在法院的时候 如果他是和解 和解的话 这个法官的点数 他绩效的话 他点数会高 所以为什么大家觉得说 为什么每一次法官都劝和 其实劝和的话 他的好处就是你和解完之后 你不会浪费司法资源 他是有他的这个优点存在 所以对法官来讲 他的绩效也会比较 分数也会比较高 那这个都是一个 大家知道的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其实也是鼓励 大家可以和解的话就和解 但是从这个调查局上面来讲 民间的这个传闻 据说是大家都知道了 但我不知道 如果不是的话 我觉得民间正好可以理清 就是政治真访这个事情 其实在这个坊间 它是一个形容 这个行为 行为是什么 对于政治人物 我也是举个例 比如说对政治人物之间的 这个沟通 我们知道我们都有 这个通保法 对不对 通保法里面其实规定的很清楚 就是当你如果有挂监听 因为这个其实从第八届的时候 马王之争的时候 那时候还特别的 逐一的去看他 那里面呢 就是说被侦查的人 他应该要被通知 是 可是现在就是说 实务上面来讲 对于政治人物 比如说我举个例来讲 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这个 这个柯文哲 柯文哲如果跟这个赖清德 打了一通电话 打了一通电话 这个在你的所谓的政治真访 他们提到就是说 这个赖清德跟柯文哲 打通电话的这个内容 那比如说赖清德讲 我是举例 我不是说这个是发生的 就是我举例讲 赖清德讲说 这个你要赶快继续选 你要的资源我都给你 我是举例 这样的情况之下 像这个就是民间讲的 这个政治的真方 而不是说你已经发生过 一个这个好像去买票 因为买票这种东西 都太传统的一个方式 像这些的东西 调查局在目前 是会有去监听 这些的政治人物的 这个通话 那如果有的话 是按照通法法的 规定里面去做 因为你假设有紧急的时候 你还是要事后的 这个回报嘛 这个其实法条里面 都有规定的 那我们实际上面 以你在接任调查局之后 你就有这样的 因为我刚前面提到 我们都是法律人 你就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 说法律的规定是怎么样子 我就严守法律的规定去做 还是是说 你还是有这个 这个以前传下来的 这些的劣习 还是继续的发声 有去听这个政治人物的 这个通话 因为民间我相信 如果我们不要 不要把自己当成是一个 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在坊间听到很多 大家的报应说 你的电话一定是被监听 要不然就是delay多少 然后又不然就是 你知道零零种种的情形的发生 局长怎么跟民间说明一下 我们今天实际上面台湾的情形 是我想李委员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 可能也是大多数观众 心中的一个疑问 那我刚好也借这个机会 来做一个说明 在我还没有进入到调查局的时候 那当然我也知道 这个调查局依照法律 是不可以任意去监听的 对那但是有没有落实这项工作呢 那我到了调查局之后 我当然我第一时间 我就希望能够了解 那根据我的了解 我们的同仁他们执行法律 确实都是依照 通信监察保障法的一个 相关规定来做 我要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同仁 他们在执行通信监察的时候 他一定要根据法院 所核发的通信监察书 这个法院所核发的通信监察书里面 只有要监听的门号 所以并没有说监听人 就是说这个门号 他持用人是谁 所以对于同仁来讲 他所要执行的就是说这个门号 然后把这个门号去上线 就这样 那至于实际上审核的 那是由这个申请的单位 还有法院 那我想法院大家应该是可以信任 而且如果你号码不对 因为我们现在都完全采取机器的控制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上线 就会线会跳出来 而且会告诉你是错误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不管说是在核发的部分 或者是在执行面 那当然我们都不可能去做 非法监听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更何况 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 事后通知的机制 那当然有些承办单位 因为案件可能还在发展当中 他虽然已经没有通信监察的需要 所以他就停止了通信监察 那可是案子还在侦办中 他可以用这个理由 稍微就向法院请求 我暂缓通知 那可是还是有一定的实现 如果你实现到了 你不通知 直接是由法院来进行通知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国家 已经非常的进步 很多的事情 我们都是照法律的程序来做 那我们这样 我想这个可以解决 民众的心中的疑虑 那我再提一个 就是我的学生 因为我教这个EMBA 所以学生就是零零种种的都有 那里面也有电信的专家 那电信的专家他会讲说 他说现在 在这个采取政治增防的时候 人家不那么麻烦的 还要去申请监听票 然后到中华电信 然后去帮你挂线 那个都太麻烦了 但那个是不是正轨 那绝对是正轨 然后他讲说现在坊间 坊间有很多的 这个他在监听的时候 他只要在你邻近的 因为我们不是都有那个电线杆 那个盒吗 他只要在里面直接装了 然后他就可以听到你所有的通话的记录 从局长的这个了解 这些的讯息是真的吗 还是不是 是这样就是我过去曾经在一些的案件里面 有发现就是说民众他在这个诉讼的时候 他有提出他自己的一个通信的一个录音 那当然我们也好奇就是说 你这个录音是怎么取得的 那当然我们发现说他们有找一些的民间的 像所谓的这样的一个 对 真信公司 去替他们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我在这里要特别的声明 这是属于违法监听 依法是要判刑的 所以我们也不容许有这种情况的存在 那另外呢 我们的法律在法院在进行审判的时候 有一个证据能力的审查 如果你提出来是非法的证据 法官会把它认定是没有证据能力 把它排除 所以我想不只是民众 包含我们这个执法单位 我们如果用这种不正当的方式 去取得了通信监察的这些的录音 说实在话 对我们一点好处也没有 对 那谢谢就是局长能够 在这个机会也正好给民众 有一个这个机会教育 也可以让他们理解 就是说假设你是在 比如说别人的机房 不是在中华电信的机房 或者是电信公司的机房里面 也没有寻求这个正当的法律途径 如果你是在附近 比如说他的这个电信的 这个机背的地方 直接挂线 然后等到被查到的话 这个基本上来讲 他也是有刑责 而且这也是归这个调局管的 那尤其在这个时间点 为什么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大家在竞选 所以所谓的政治阵防 可能也不见得是真的来自这个调局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主管机关 他也有可能是来自你的这个对手 因为你的对手可能不了解 他实际上面的法律的这个规定 还有的法律上面的责任 所以他可能会有这些的 这个违法的行为产生 那这个也会是在调查局侦办的范围之内吗 是的 我们在这里特别提出呼吁 我们所有的候选人从事竞选活动 我们一定要用合法的手段跟方式 那么如果任何人他使用非法的手段 那当然我们会按照法律分别的一些的规定 来加以追究责任 好谢谢 我们希望这个调查局是真的就是如同刚才局长所提到的 也所确认的这个事项来为民众服务 调查局也真的是一个国家的调查局 而不是特定的政党的一个这个调查局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民间所传的就是说如果你有政治阵防的话 你的考基你的积分会就是跳跃式的成长 比如说我们假设说这个和解案件在法院 它是你本来是你结一个案子是一分 我举例了 结一个案子是一分 你和解的话变两分 那从这个政治阵防的部分会不会有说 比如说你的考基原来是一分 但是你有政治阵防呢 你就变成两分变成五分变成十分 也不会有嘛 是不是 是 虽然我刚才一再的说明 我们没有政治阵防 但是李委员仍然非常的关心这个议题 对 因为现在选举年 是 而且找到一个源头 就是我们执法人员而言 就是说你做这件事情 你的动机是什么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那当然就是说您刚才所讲的 如果为了奖金为了绩效 他要去做这件事情 或许他有他的动力 那所以有关于政治阵防这件事情 我们是彻底的从源头来解决 就是第一个 我们不准有任何政治阵防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第二个 你即使去收证 获得了这个政治阵防的相关的资讯 但是我们完全是不给你和分的 所以对他来讲 他没有这个动机 也没有和分 也就没有绩效 那没有绩效也不可能会有奖金 所以这个我们从源头去彻底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很好 这个观众朋友其实都听到 另外的就是我们讲到人力 为什么提到人力呢 因为我们讲第二个主题 我们要提到就是关于诈骗的部分 诈骗的部分 我们看到今年 其实我在讲这个IMB的事件之前 讲了之后呢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各部会都是甩锅 都是跟他无关 然后到最后面呢 等到我再问苏院长 以前苏贞昌苏院长到现在为止一年的这个时间呢 一年要戒满的前一天 行政院就出来成立了这个打炸 这个国家队 然后呢 但是我们去看他的预算的时候 发现说 去年花了14亿 然后今年花了13亿 所以我不知道我在立法院咨询的那天 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您在不在现场 我已经忘掉了 但是我记得那时候我问部长就是说 打炸国家队这么多的事情 我们需要这么多的人力 那司法院有法官助理 我说那检察官呢 他的work load会不会太重 那我们是不是13亿里面 是不是有任何的部分 是用在我们的这个法务 或者是我们的检察官 或者是甚至检察官助理身上 然后那个时候呢 部长就有承诺就是说 这个东西呢 的确因为work load真的太重 因为我听过那个年轻的检察官 他们的抱怨嘛 因为我去 他们请我去他们的这个座谈里面 他们有很多 他们说严重到他们连 有时候连去上个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因为他们晚上的时候 羁押的移转 所以他们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所以我您问部长之后 我也看到部长其实 我觉得觉得沟通很好的原因 是沟通完之后 我看到部长也马上的 就是对于这个部分的预算的部分 其实也有编列 那我们会希望老百姓 其实心心念念的就是说 老百姓辛苦的纳税钱 如果可以用在对老百姓 有利的这个事情上面来讲 其实对老百姓来讲 对国家来讲 它才是有建设性了 如果你把它做在大内外宣的时候 你把它花掉的话 它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 所以我们看到部长 最近的新闻 我也看到部长 他就是对于这个检察官的助理 然后这个怎么样子增加 这个人手的部分要增加 那我就提到 在现在既然要做这么多的事情的话 您刚刚前面也提到 我们是这个调局里面是分组的 分组的话 那本来有处理毒品的 比如说假设是三个人 我举例 当然不会是只有三个人 毒品的是三个人 诈骗的是五个人 然后选举的这个事项的部分 那会不会把这个三个人 五个人的人力调到选举的那边 去处理案件 然后就变成毒品的诈骗的 或者其他的部分 人力就降低 还是是说我们现在 不是讲说这个编柱的 这个检察官的这个助理的部分吗 那但是调查局的部分 的人力的部分也有增加吗 还是是说没有 还是原来的人力 只是用去资源的方式去做 是我想委员关心的这个事情 也正是我们调查局 我们目前正在积极 来跟人事总处 来争取的这个人力的部分 那确实就是当我们面临 一方面我们要从事二合一的选举 然后我们现在又碰到 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假讯息 还有网络的害亲案件 然后您刚才所提到的 像IMB这一类的 这样的投资型的诈骗 或者是其他的诈骗 那所以我们的人力 真的是非常的不足 那我们为了因应这个诈骗 我们除了我们做一个 任务性的一个调整 我们在局本部 我们设了打炸的一个督导中心 那我们也同时在北中南 三个机动站 我们成了打炸的一个防治中心 都要求他们要指派专人 来负责这件事情 那这个讯息跟电话号码 是不是可以给观众朋友 因为碰到的时候 他就可以直接联络 可以在第一个时间就很快的 因为时间一拖延 层层的这个节制可能就慢了 是没有问题 我们的专线电话是 0800 007 007 是免付费的 我再讲一遍 0800 007 007 我想非常好记 对如果民众有碰到的一些的诈骗 需要来报案的话 那当然可以来使用这个电话 对 那我延续刚才的 我的就是说明 那除了说我们做一些的 任务型的组织调整之外 那我们也很积极的在盘点我们的人力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 其实现在人力 各个单位都非常 这个有吃紧 有很多的需求 那这个行政院人事总处那边 他们也非常的为难 那但是他们 这个有跟我们表示 就是说他们也是 有真正的需要 他们会支持我们 当然有真正的需要 怎么这个时候还会对于这个 有没有真正需要我怀疑呢 是是是谢谢李委员 对那我们也积极的在跟他们沟通当中 那因为我们的调查官人力 比较没有办法像法务部那边 检察官的人力用 检察官的助理来做一些的补充 那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目前还是在做一个 我们局内我们的人力的调度 他怎么 所以你没有办法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讲说 网络的增访的话 你没有办法就是像 我们知道像书发部有很多的是 对于约聘的部分 所以调查局的部分 没有办法用这个约聘的方式 然后让这个对于精通于网络 或IP的人直接上线 现在目前是不行的 有关于这个科技的部分 那因为他们可以不需要 实际来参与案件的侦办 那他只要负责科技的 这样的一个业务 所以我们可以用聘雇的方式 能够 这个有没有一个百分比的限制 因为述发部 它是有百分比的限制 对 对我们调查局 可怕没有办法用这个百分比 对 但是人总有给我们一些的人力 那我们也多聘雇 目前几乎多已经多到位了 那但是我们在真正的执法方面 因为有涉及到他的法定权责 也就是说他必须具有调查官的身份 他才能够实际从事侦查的行为 那这样的一个调查官的身份 首先必须要有国家考试 你要通过 而且还要完成受训 才能够取得 所以短期内要立刻补充 是有点困难 有他的困难度 有他的困难度 那为什么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其实我们看到诈骗的案件 IMB的我觉得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 可他的问题是到目前为止 他没有解决 因为我记得我去跟这个书法部 我跟唐部长反映的时候 然后咨询的时候 不管是跟唐部长 或者是跟黄天牧 这个黄主委沟通的时候 在沟通之后 他有一点点下来 可是当下来之后 他后来又往上冲 为什么往上冲呢 因为他发现就是同样的东西 像一些的受害人 名人 不管是陈文倩 我相信你也看到 陈文倩的这个发言 甚至我们看到中天的这个主播 就是名人呢 名人的他的名义被冒用 最近我记得好像看到阿扁的 也甚至阿扁的也被冒用 就是说他们的这个脑筋动得很快 他现在不是只有投资 不是只有股市而已 他现在还包括就是说你租屋 像年轻朋友的租屋 他的花样很多 我不知道局长知不知道 就是在租屋网站的时候 会有他们刊登了之后 然后你进去问他讲说 这个房子怎么样子 然后他就会讲说 你要先缴一个定金 缴了定金之后 然后这个往往来来回回的时候 光是给定金的那个 他的账户 他就不能够告诉你他的账户 所以这其中就已经很有鬼了 细节的部分 我想我没有时间在这个地方 跟大家说明 可是这个是我们今天事实上 我所请求这个局长 说明的部分 其实说是我们民间的 很多的一个案件 他们都感到非常困扰 所以网络犯罪的部分 其实现在已经不是单纯的 只有什么谷有色 还包括你说谷有色 还是他行有余力 他要去投资的 他骗了很多的老公公 老太太的这些的退休金 然后现在这个诈骗的机制 已经到了这个等于是我们的 中产阶级 甚至于这个社会的这个弱势的部分 连这些租屋主的部分 他都要去骗取他们的这个定金 像这些东西其实跟网路犯罪 其实他都是非常关联性 因为他全部都是在网路上面操作的 他并不是像传统的 所以林丁松的东西 以现在我们这个调局的这个人力来处理 还有就是说 你怎么样子鼓励这些的案件 能够很快侦破 因为我举个例来讲 我跟唐凤部长沟通的时候 我跟他讲说 因为Meta也好 Google也好 国际的公司 理论上来讲 我们在沟通的时候 其实不会有困难度 他唯一的可能 官员的这困难度是在语言而已 可是我说你Send个email 因为像唐凤外语能力也很强 我说你Send个email到他的 Meta也好到Google 他们绝对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 结果事情也很好 就是他能够沟通完之后 Meta也答应 就是在几个小时之内 他就会撤掉 然后Google也是 Google稍微慢一点 但他也是同样的 会把诈骗的 这些犯罪行为的东西撤掉 可是我们看到就是说 他的东西是推陈出新 所以你原来虽然是古有色 可是现在他又变成租屋的东西 他的花样是非常非常多的 前一阵子 我举个例 我相信你一定认识李富殿老师 认识 因为富殿老师 其实在这个行政法上面 在仲裁上面来讲 在宪法上面 他都是非常有名 他也当过监察委员 他也当过监察委员 他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法律人 他前一阵子 他就跟我讲说 他也被冒名了 法律人 他也被冒名了 他被冒名怎么样子 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法界他很有名 所以他就被冒名拿去说 就是说地下的钱庄 你知道他们在讨债的时候 就利用富殿老师的名字 去讨债说 你要赶快把这个钱跟利息 这个还给我 那如果你不把这个钱跟利息 这个还给我的话 那这个我就已经聘了 这个李富殿老师 当成这个我的律师 因为我顺便打个小广告 富殿老师当时跟我 国内打赢李敖官司的 没有几位律师 富殿老师跟我是其中的 就是 所以他就拿了富殿老师的这个名字 在外面照了撞骗 然后他就说 这个就表示说 我们现在这个诈骗的行为 零零种种的已经发生 结果去问了这个行政单位之后 说这个东西 然后他们说 这个不处理 为什么不处理呢 因为这个不是投资诈骗 现在调查局是这样子 还是是说这个是单纯的误会 我不知道说 您刚才所提的这个报案 是向哪个单位报的案件 对那基本上如果民众有这个被诈骗 受害的这个情形 其实不限于投资 对对对 对啊对啊 那我们有设一个165的一个反诈骗的一个专线 那当然目前这个165是由警方 他们来做处理 那实际上面对诈骗的这样一个问题 如刚才李委员所讲 就是他现在已经不是传统的那种诈骗 已经进入到网络社群 然后用各样的一个方式变化的手法非常快 那所以行政院那边 他成立的这个打诈办公室 也把这个像金管会 那NCC还有述发部 以及包含我们抬高检 跟警方还有我们调查局 全部都纳入 然后从行政端 以及这个监理端 那还有我们的执法端 我们各个面向 我们去做一些的处理 像如果说是属于一些的知名的 这些的人物 那他被冒名来从事诈骗的话 只要受理了这样的一个报案 那可以我们去立刻去跟相关的 这些社群平台联络 那如同李委员刚才讲的 他们都会迅速的来下架 那但是同样的就是下架了一个 他们又换另外一个新的 那当然我们就要一个一个去下架 但是他其实可以做的一个方式 因为我们都还算这个不是太老嘛 就像我们在很早期 even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在search的时候 我们都有keyword 所以对这个要求单位 不管是meta也好 google也好 你不一定是把那个画面给他 有时候是keyword的部分 他就可以再处理了 现在没有按照这样的keyword的方式 在进行 而是每一个就单一的东西 要去一次函 其实是因为不同的名人 他们自己会来报案 那当然就如李伟云刚才所提的 就是说用一些keyword 或者是我们有设立一些的 诈骗的一种模组 对那他们惯用的手法 那当然我们也会提供 这个是调查局还是是述发部 还是是其他的单位 我们不同的这个部会 我们都有各自的执掌 我们都依照这个分工在做 可是老百姓不会知道 你懂我意思吗 老百姓应该是像新加坡 我觉得为什么新加坡很不错 新加坡其实这不是他现在才做的 他大概十年之前 他就是单一窗口 不管今天我把这个讯息 是丢给你哪一个部会 即便我丢的东西是错的 你也要汇到真正对的部会 比如说假设我丢给内政部 对内政部说这个部会我管 这个是经管会或述发部管 你就直接汇过去 但是你对老百姓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单一的窗口 那现在我们台湾还不这样做 事实上就是行政院打炸办公室 他就是要来处理这个问题 就是说不管哪个部会 有接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觉得应该放在 这个打炸办公室来讨论 然后很快的采取一些的 因应的处理的方式 那就可以立刻来处理 我们期待就是说 打炸国家队是真的是个国家队 真的能够变民 那这个有带检验 所以这个我相信 在局长今天说明之后 我相信民众也会睁大眼睛看 那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 不仅仅是用迷人诈骗的方式 甚至于现在还有因为AI的关系 包括我们的声闻 就是说你的声音的频道 也可以去变模仿 那defact当然更是你的面部 这个变脸的部分 我相信民众其实都已经很清楚 所以这些的是不是在目前 也是我们这个调局的部分 不会因为选举的关系 然后让这些的部分停滞 所以因为毕竟对老百姓来讲 选一个大有为的政府是要事 可是这些的要事 不应该要把这些的资源 全部都放在 因为我前一阵子才跟警方 也有一些的这个座谈 我发现他们的特警的任务 现在变成多得不得了 所以因为特警任务 如果多得不得了的话 情况之下 他会不会减 会把他的 就像你人力调配的部分 你会把你其实本来很重要的 对老百姓 每天会产生影响的东西 反而不能讲说是不做了 但是就是把它延缓 因为毕竟问题还是天天发生 那老百姓是希望 这个当然特警工作 有它的一个需要 但是也不应该到影响 民众的真正的需求 是不是 是 我想有关于警方的勤务调派的事 那我是举个例而已 那个不归你管 那我只是用那个东西举个例 说他们有这个困扰 那只是我们要了解 就是说在选举年 最起码这几个月的当中 该做的 我们刚刚谈到的诈骗的问题 我们接下来要谈毒品 是 因为毒品呢 其实很多家长都很担心 我们只是家长还有民众 不希望就是说 因为你的这个政治的事件的关系 然后把这些该做的事情呢 都把它放缓了 也不是说不做了 就把它放缓 那造成的伤害就很大 因为很多家长反应呢 就是说 这个 这个毒品现在已经有 这个 加在这个 比如说糖果里面 然后或者是 然后甚至于 甚至于 以前人家讲说 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那现在怎么样呢 现在网络上面交的是说 如果你到外面去 那一天 那天我听我这个助理 跟我讲的 他说 这个 他去这个 墓里面 结果买那个双麒麟 就双麒麟 因为天气太热了 所以他就化得很快 那化得很快之后呢 就有一个那个 就是说 是东方人没错 可是他看起来 就不像是本地人 然后呢 就把这个纸巾 给他 就是叫他 就是说去擦一下 那个双麒麟留下来的 那个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助理 就跟他讲说 你怎么敢去 接这个纸巾 他说 我就接了 而且我就擦一擦 然后我很感谢他 他说你不知道 现在就是很多人呢 在给你的东西的时候 里面就是有沾了这个麻药 我不知道这个 我觉得你也可以理清一下 就是沾了麻药 然后你拿了之后 你可能就昏迷了 那他可能就拿了你的 台湾现在已经有 这样的情形发生了吗 是 您刚才所讲的 就是经由这个物体的接触 那因为那个物体 也许事先有经过一些的处理 那以至于就是说 被人体皮肤表面吸收 很快的产生一些迷幻的作用 这种例子过去是有曾经发生的 在台湾吗 我们有听过 对 那但是这个还是要以具体的这个案例 那至于说判断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造成 那当然我们必须要采取一些的检验的措施 才能够真正的来认定 那当然我想对于民众来讲 当然有些陌生人他是基于好意 对 我们也不能抹煞 因为你的病情都化了 就是怎么办 是我们不能抹煞 就是说我们有帮助人家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但是就是说如果是要入口的东西 我们建议还是尽量小心 那就是如同刚才李委员提的 那现在有很多的毒品 特别是卡西桶类的 它是被制作成这个咖啡包 奶茶包 或者是像糖果 甚至果冻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会这个用在这些的校园 或者是一些年轻的这个族群 他们觉得好奇 看这个外观非常的鲜艳 那就想去尝试 那以至于就是说用了以后 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了危害 就是小孩更不知 他只是说一只糖果很好吃 他吃了 就像以前在我们的年代的时候 那个gummy bear 就是那个软糖 对不对 吃了之后你就是 因为你在工作 尤其读书的时候 正好就是让你 因为我们知道candy 那个糖分 它会让你这个 当然一个是有幸福感 对不对 然后一个就是说有精神 所以有些在年轻朋友们 他们在做的时候 其实平常讲 他们不见得是知道 所以我才讲说 当这些的毒品 已经到市面上的话 它会造成的一个危害是很大 最近有提到 就是说这个外衣间的部分 局长是不是也借今天 这样的机会跟大家讲 像这些的毒贩 他可不可以 就是说在贩毒的造成大家的危害之后 他还能够这个到这个 我们讲外衣间 你也是这个简压官出身的 所以你知道民众 尤其是曾经有这个犯罪记录人 他们认为就是外衣间就有点像 他们在这个住豪华的套房 然后外衣间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政治人物 都能够到这个外衣间里面去 毒品的 我们讲说毒 我们先因为今天谈毒品 毒品的这些的危害 这些的犯罪的人 他们可以到外衣间吗 对 我想有关于这个外衣间条例的修正 目前这个议题也广泛的受到社会大众的重视 也有很多的讨论的声音 法务部那边当然他们都会收集这些的相关的意见 然后把它纳入 我知道说法务部那里已经有提到 就是关于重大的这个暴力的犯罪 或者是类似像杀警案这样 那当然会把它排除了 那刚才委员所提到的这个 有关于比如说贩毒的 对 或者是一些的这个制造的 像这个地下工厂 那这一类呢 是没有办法 这个依照我们外衣间条例 它相关的这个临选办法 进入到外衣间的 是 那在这里我也特别提出做个说明 那很好 因为我相信这个民众会很愤怒 因为这么豪华的这个外衣间的设施 这些的设施 其实也是民众的辛苦的纳税钱 就是说用被害人的这个辛苦的纳税钱 去让这个加害人呢 他会有这个 能够再做这些危害行为之余 他还可以就是享受他的人生 然后拿着说有教化的一个情况之下 来当成一个名称 我觉得这个来讲呢 民众是没有办法接受 那为什么会提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们在过往 我们在查相关的这个预算的资料的时候 也发现了 我们对于老百姓的这个辛苦纳税钱 我们用在这个所谓的司法的这个正义里面 发现就是说 它的补助款里面 给被告 就是犯罪嫌疑人 但我不能够讲说 他一定是罪犯了 因为在没有审判之前 给这个被告部分 大概八成以上是给被告 两成的部分才给被害人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被害人的这个协会 他们反弹 他们是被害人 他们是真正的受害人 怎么会把资源 以这样的一个八比二的一个比例呢 来提供给加害人 而不是给被害人 那所以民间才会有这个疑问 就是说 万一间本来是对于有一些更生人 我们也认为在很多的这个行为人 他是可以教化的 对于更生人的部分可教化的人 那看他的表现之后到这个外衣间 我觉得这个也无可厚非 可是如果把外衣间当成是一个特权的 他就当然就不应该 是不是 局长 好 那有局长的这样子的一个保证跟厘清 我相信民众他就心中可以释怀 他也不会把错误的讯息 再另外再传播出去 可是回到我们讲说这个制毒的部分 我们看到应该是在 是不是第九届的时候 应该是 当然不在您任期之内 前面的时候就有说把这个毒品的部分 有一些的毒品 把它就是应该是讲清罪化 那这个民众都不能够接受 那这个民众甚至怀疑 这个是怀疑的 我觉得今天局长也可以厘清一下 民众甚至怀疑就是说 那个时候讲的 说为什么清罪化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的监狱里面人满为患 那毒品犯者呢 其实是在里面占的最大宗的 就是跟毒品有关系的 是占的最大宗 那为了这个减少这个监狱的人满回患的关系 有些的这个毒品的这个级别 它是做了这个变动 然后甚至于把它这个清罪化 这样的一个情形 以过往 应该第九届嘛 第九届到现在为止 其实已经有几年的一个时间 在您发现接任之后 您发现说 以这样的一个实施的修法的一个结果 对于我们的防治毒品 还有防治我们的下一代 被这个毒品毒害 它有帮助吗 还是事实上它只有达到 让监狱不会人满为患的一个情形而已 是 我想委员您刚才所提的 这个毒品 这个把它清罪化 我想可能是外界的一个误会 我在这里也特别说明一下 实际上我们有关于毒品 除了这个制造 贩卖 还有走私 都是用最重的行动 来加以处罚 那我们在实物上有发觉 就是说 有些人他从国外 比如说他进口一些的 油垢 一些大码 这个回来国内 他自己施用 那他的这个数量 也是非常少 那他也是 仅限于自己使用 并没有做贩卖 那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当然就有外界有声音说 那你能不能去 还需要把它比照为 一般从外 这个外国 或者境外 去进口那种大量的毒品进来 国内贩卖的这种情况 要把它比照 然后也用那么重的行 来加以处罚呢 所以当时在立法院 有一些的讨论 那最后呢 当然法律的修正通过 是仅限于这种 单纯自己施用 而且量要非常少 那才可以 再减轻他的刑度 那我在这里 也要特别的说明 就当时委员 其实 那个是一致的 都非常的支持 有关于毒品的处罚 要继续的维持 这样的一个原本的刑法 那么除了这一点以外 我要特别感谢李委员 就是在111年 我们也很顺利的有通过 就是授权给我们 毒品审议委员会 对于有一些的这种 香类的这些化学的 这些毒品 可以用整个家族式的方式 一篮子来加以审议 那这样的一个好处就是说 因为现在的制毒的技术 这些师傅 也越来越厉害 那他们会改变一些的 化学的价件 那这样子 即使我们查获了以后 那但是因为 没有在我们这个 毒品公告的 这些的项目里面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处罚 反而造成了 这样的一个漏洞 所以我们感谢立法院 能够通过相关的法律 让我们适度的 能够把这一块 能够补强起来 不过我们看到最近 就是 其实我个人 还是比较赞同罪刑法定 因为其实牵涉到 牵涉到这个刑责的部分 因为自由也是 这个宪法保障的一个权利 那你刚刚前面提到的 那个案子的部分 其实民间的疑虑是说 他是不是因人设事 那那个东西 其实我的态度是保留的 原因是说 到底是自用 还是不是自用 举证之所在 败书之所在 所以你要举证说 这个东西是 没有其他人用 我进来就是只有我用 然后甚至还有这个包裹 记的时候说 这个没收到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让民间里面觉得说 为什么特权阶级 什么事情到了特权阶级 他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但是与此同时 如果是一般的老百姓的时候 他就是再小的事情 他都会变大 那我们看到在国外 国外的部分 明明的就是 你只要是有运毒 他根本不问你说 是自用还是不自用 你知道 你看很多的都是 每次一碰到台湾 就讲到死刑 是不得了的事情 你看国外运毒的话 就是直接就是 就一样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台湾跟世界 这个碰到这一点 尤其是毒品 毒害我们的这个 这个下一代 这么严重的东西 然后要让它 能够这个轻轻的放过 所以民间其实对这部分 其实是怨言 其实是蛮深的 那我再举个例就是说 我们不仅仅看 国外的这个行责 跟台湾的是 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性 因为他会讲说 台湾变成犯罪的天堂 前两天不是这个什么 大同这个学校的 就是说他的这个实验室 被拿来 对不对 被拿来 这个东西 因为还没有处理案件 我不要为难 这个局长在这边讲 只是我们只是讲一个概念 就是说 我们今天的法律规定 到底是在给人民的 一个行为的规范 然后还是说 我们行政单位 应该按照法律的规定 去做依法行政的这个动作 来护卫人民的权利的安全 还是是说 我们走到一个地步 是回到原来的 不讲说是民主国家 反而是像 这个 我们讲说 这些还没有开发的 这个国家呢 这些的毒品泛滥 然后还有这个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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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园区啊 它 美其名是类似科学园区 但是很多的 比如说 鲁人的部分 它不是有很多的案件 我不知道 对下去有没有介入 就是 你人本来是在台湾 醒来的时候 是在 在这个 在这个 东南亚特定的国家 这些的案件 真的台湾 因为我很难想象 我是活在一个 在台湾很纯朴的 然后到台湾的 科技发展 然后呢 我们跟国际间呢 是同样 同等的 然后现在看起来 是滑落到 什么又是这个 柬埔寨案件 又是 台湾的 什么 案件 零零种种的 你会活捉 这个割器官 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 难道在台湾 今天 真的都像媒体上面 讲的是这样的情形吗 以你在调查局的 我们不讲特案 但是我们就讲说 一般来讲 现在讲说 台湾的政治 问乱到这样子 治安 问乱到这样子 是事实吗 跟委员说明 我想刚才 委员您所关心的 除了是您个人的 关切之外 在社会上 也同样有 这样的一个声音 就比如说 我们刚才举 是不是有 私用毒品 或者是 这些毒品犯罪 轻型化的问题 其实当时 在立法院修正的时候 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因为调查局是执法机关 了解 我们是依照 我们立法院 通过的法律 我们来执行 当然我们在认定上 我们会非常的严谨 那我们一定是会根据证据 还有他犯罪的动机 这些相关的来判断 不会轻易的 让有罪的 让他跑掉 那同样的 我们也误网误众 我们也不希望说 冤枉任何一个好人 那当然对犯罪者 我们本于职责 我们一定会 这个激进 我们来追溯犯罪的 调查人士 非常感谢这个局长 今天的受访 其实民众 还有一点很想知道 就在过往 我回到这个选举 因为过往曾经有记者 因为他的这个 报道的这个内容 结果就是被起诉 然后起诉完之后 他就抑郁 最后面这个往生 那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也历经 这个七八年之久 那我们会民众呢 有一个很深深的期许 就是尤其局长 又是法律人 然后又深知 这个依法行政的 一个重要性 这个过往的案子 虽然不是在 这个局长的 这个任内发生 但最起码 我们可以以他为戒 就是我们希望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呢 调查局 在局长的领导之下 那我们都能够 都能够想到 就是说牵涉到 案子里面的人 他个人的一个 这个感受 不管是政治真防也好 或者是我们讲说 犯罪的调查也好 我们会期许 就是说调局 还有我们所有的 这个调查单位呢 都能够 本于依法行政 然后勿忘勿重 但是与此同时呢 也不要让这个 无辜的人受害 局长可以 对您有这样的一个期许 您可以达成 这样的任务吧 是 谢谢委员的勉励 我想委员你讲的 我完全的赞同 也是我要努力的方向 只要我担任局长的任那一天 我一定会努力的朝这个方向 带领我们同仁朝这个方向来做 好 非常感谢局长今天受访 然后呢 我们也谢谢观众朋友的观赏 与此同时呢 我也鼓励观众朋友 如果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是希望能够这个 询问调查局的 也让这个我们知道 让制作单位知道 也让我知道 我们希望呢 大家共同努力 我们让台湾更好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 收看乡民监察院 OK 拜拜 谢谢李委员 也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观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